下面在说它作用 做群僧女之一之一 群僧是讲舍法界 舍法界有情众生 上面讲佛菩萨 缘觉身份 下面是六道 这个舍法界有情众生 依它了 这是体验 它从哪来的 就依这个起来的 变形出来的 为万法之根源 这个万法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植物 旷物 虚空自然现象 从哪来的 也是这个根源 它是根源 后起来 佛华里面常讲 舍法界 以报正报 总根 总源 就是一年现象 究竟啊 这是讲佛家了 佛说法为了方便起进 叫他什么呢 叫他种到 叫他做空 佛家这个空 这个空的意思 很深很深啊 他在上面加个正 那么在其他的这个点集里面 用真 真假的正 他这个地方的正呢 跟那个真假的正是一个意思 我们常常在佛经里面看到真空 这是佛法了 称这个叫真空 叫中道 宝美称 第一地 宝是宝奖 赞叹 赞叹叹 第一地 一地 用现在的话来讲 真理 这现在人讲真理 他懂 讲异地 他不懂 古时候中国人称异地 现在人讲真理 真理里面的真理 第一地 那么这是略举两个名像 佛对于这段事情 跟我们介绍的名像 都指一百多种啊 佛为什么一段事情 说这么多名像呢 告诉我们 名皆无名 叫我们不要执着 一个名字 怎么说 只要说到这桩事情 都可以吗 破我们对于 名像的执着 所以佛一桩事情 说种种名 叫你不要执着 简单 正在 欧益大司 那不是欧益大司 那不是欧益大司 这去我们不太远了 欧益大司 自写道 独成一家 常常跟一般人 借文字 写字送给人 你看后面他庶名 他落款庶名 不一样 给这个人 起这个 他落这个名 给那个人 他又名字又换了 他有多少个名字呢 总共获取了 他会将近有一个个名字